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就是悲剧就发生了 在上个星期我们的节目出了街之后 其实我们就马上进入新闻里知道 现在我们估计整个潜航器 泰坦号就已经解体了 甚至乎里面的人真的连私鞋都找不到 现场在那个海藏下面 距离这个铁大尼号铲是不远处 400米左右就已经找到 上面的一些物件 散落在海藏下面 由这里又有什么去引发到 有个科学回忆录的题目呢 其实就好像我们现在画面看到 亦都有些媒体去介绍 在我们尝试找回首构泰坦号的时候 我们用了很多个科技 但是我们最后 就去找到一个残骸 真正知道它已经解体了 其实我们另外有一个信息就是 由美国海军那里就得知道 在那个泰坦号潜了下水 在他失去联络之后的一个无奈的时间 就对应在附近的海域 就算到一个 叫做内爆的讯号 他就用到implosion这个字 这个内爆就不是那些 火药性的那种爆炸 那种explosion 外爆 implosion就是有些东西你想顶住 但是顶不住一下就凹下去 你可以想一下 比如一个 压掉了的汽水冠 这样的一个图像去理解 他当那个潜航器 顶不住外面巨大压力的时候 突然之间去塌陷 这件事可以发生在 以千分一秒的瞬间 一个很短的时间 就是千分一秒到百分一秒的瞬间 整个意识有问题到整件事都凹了 基本上是你反应都反应不及 如果说人的反应时间都是以0.2秒去计 这个整个事件的塌陷的时间 远远小过0.2秒 所以就是说反应都来不及 而这一个这样的塌陷 它是会 产生一些震动 你可以说是一个声音 一个水底传播的声音 而且在这麽激烈的事件的时候 应该是讯号是强的 大声的 这种声波传送的讯号 就从美国海军那里 量到出来 其实当初我自己看的时候 第一时间没想到 你一直想找他发出的讯号 找得这么辛苦 到了 真是找到残骸的时候 你就事后很明白 其实我一早已经读到 他一个 毁灭的讯号 来爆的讯号 但是首先 你明白一回事 他就算有这个讯号 也好 这个讯号是不是真的代表了 有东西毁灭了 是一个对的讯号 还是错的讯号 我们不知道 就算我们看到美国海军 他原来还要找回纪录 就说在那个事发失去联络之后 就已经是 量到有一个内爆的讯号 背后吻含的意思就是 美国其实本身去的海军 有一套的监测系统 是全天候监测 水底下的噪音 同一时间就是说 有了这个讯号之后 我真的要找到最后的残骸 才证实到这个事件 就是如今说 这个由美国 预先摆设在海底的那套监听系统 他就为今次的泰坦号 这一件意外 就提供了一个新闻的线索 那个新闻的线索就对应 就是说我们要重组案情的时候 就去多一步的资料 无论如何都好 这个悲剧就真的就发生了 这个潜航器上的五个人都没有生存了希望 但是在这里又要问一个问题 这个北大西洋美国 海军一直放下去的这个监听系统 它的故事在哪里呢 这里可以我们去尝试追溯 现在在画面上 你看到这个是一个现代的 原来这个系统 International Monitoring System 即是说你预计 它不是只是美国自己本身 是去看着的 是由几个国家一起合作 那你相信就是说一定不少得 即是那些 英国 和欧洲一些比较老友的国家 甚至乎是去到 一些在太平洋大西洋 印度洋的其他伙伴 澳洲应该也有他们的参与在这里 那你发觉就是在一个大西洋位置 印度洋位置 或者在太平洋的中间 和这个沿着美洲的西岸的位置 都是有这样的监控网络在这里 这些监控网络你看到 它是放在海中间的 即是说 它应该是一个静止的仪器 就放在沉在海里 来去接收信号 你预计的下面就是 要有它自己的能源供应装置 有它的讯号收发装置 这些信号上来之后 我会有办法 和地面上其他的仪器联络 才能形成整个监控系统 这些监控系统 其实就是 今时今日就是这个样子 但在早点的时候 你可以回忆回 就对应在冷战时候 当美国和苏联 在海面 海底和天空大斗的时候 如果它是想 去偵測到 对方潜艇有没有入侵 那很容易你就想到 就需要放一些海底的偷听器 来去测转 有没有一些对应 潜艇去行过的信号 因为潜艇那些引擎转动的部分 人家如果设计不太先进 可以非常吵 现在其中在那个潜艇军事竞赛里面 有人都会说 似乎中国大陆的潜艇 是很吵的 它的消音能力也很好 然后当然 无论什么国家都是 它的走向方向 就是令到 这些潜艇能够更隐身 更加 少 声音的终极 让你设计 这样 这些跟军事的东西有关 如果追溯 美国在整个地球的海底 报知这种兜听系统 冷战时期 其实整套系统 它有个名字 叫IUSS 综合的一套海底信号的侦察系统 其实 由冷战一直到21世纪 它都是继续运作的 但随着冷战结束 苏联解体 对于 由美国自己一手去经营 这套追踪系统的要求竞争 就相对弱了 所以原本那套完全是由美国经营的那套 这样的水底探测器 就由全盛时期 全球放了几十个 到了2016年 由那时候流下来 就退到只有三个 但如果你看现在的地图 远远不止三个 其实意味着 它有继续放新的 这些探测器 也有缘合其他国家一起来 去玩这个游戏 建立这个叫做 International Monitoring System 就是这个 海底的探测系统 它就说是采造acoustic 就是说 专门探测一些由水传播声音的这些系统 好了 好了 在这一套系统里面 运作起来 你要知道这件事 为什么我们不是用到全球定位系统GPS来做这件事 在天空上面 用到电磁波的雷达 它的电磁波信号能够穿透到水的能力是很有限 尤其是如果你在说越是水底的地方 就是水面 你只是小小的地方 你都还可以电磁波穿过 打个比喻就是 如果你就算游泳 你 或者你玩潜水 你不是潜得太深的 你还可能是说 初阶那只潜水 你是潜 十几二十米以内的那些 你单高头望 你都还望到上面有光 这个就是光它能够照射到水下面的能力 其实你多多少代表到 电磁波能够去落到水下面多深 如果你如果在身边就是 什么光都过不到 甚至是很多的更加高能量的电磁波 都不是那么容易过到 反而有些什么的波动 什么的信号 可以在水下面是更加自由来传播 我就会想到 就是升波 因为在水下面 水是一样很传声的东西 比起空气 传声能力更加高 用升速的数字来比较一下 空气是一样比水密度低很多的东西 于是 它的粒子和粒子之间的距离远 你可以想象到它接力的能力 没有那么好 于是从而令到这些 在空气分子的震荡 在气体的状态里面 它就每秒在一个大气压里面 每秒做到三百多米 但是在水那里可以做到 每秒是一千五百米 甚至更高 这个就是因为在水本身的密度高 于是它粒子和粒子之间的接力能力 将那个震动 传送的接力能力强 反映得更快 然后那个声音就传得更加快 故自然你想到如果固体就会更加更加圆 所以回到水那里 在水下面就更加依赖那些声音的系统 就是透过水传播这个机械的震荡 来传递信息 好了 在用在这个 找意外的惨态 以及侦测对方的间谍的潜艇 当然也会有不同的手段 除了这个静态的系统 其实美国也更加依赖了一个动态的系统 例如我头壳顶上 说的船本身也会 一直在航行的旅程当中 放一些收音 即是探测器 来量度一下水下面的声音 然后也定期将这些讯号 发送去做分析 这样 而且就是船去到哪里就量度到哪里 好处就纯粹就是跟着船走 你可以放一些灵敏度更加高 需要的能源选耗更加大的一些的仪器 就量度到一个更加灵敏的结果 而且它可以周围移动 你可以在世界上不同的海域 去搜索这些讯号 这也有它的意义 其实一举两得的就是 除了是做军事用途 你也是做一些海洋 偵測的用途 所以反过来 有很多的 这些船 可以是以海洋 探测之名 实际上做军事 这些是很难分析的 甚至我说 每个先进国家多多少少都会做这些 还不仅是针对几个国家 在这个图里还展示了另外一件事 就是 如果实际上操作 你在水面上面的飞机 它负责做这个讯号的收法 然后它放在水面 不是太深的位置 水面小小的位置 放一些的 探测器 那些探测器 可能不只是一件事 是整串的 一边就会有个 讯号 发出的一个源头 而在另外一个源的地方 来做接收 如果中间没有任何古怪的东西 一个放一个收 信号会很干净 但是如果中间多了一些东西 去多了反射的时候 那你其实就可以由去接收 那个讯号 就是那个讯号除了接收 没有经过反射的讯号 但是同时你接收了受到干扰 有其他东西反射回来的讯号 两样东西一拍牙做比较 你就可以知道 下面大约有什么古怪的东西 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这个工作 其实你见 完全就是一个 军事上的偵差的结果 在有时候 在搜救那里有用 或者在尝试做事后意外分析 就给了出来 很明显 在整个游览战时期 甚至到现代 你看也好 比如说美国 他偵測到这个中国的潜艇 在这个南中国海比较外围的地方有活动 其实透过那个手段 就完全是这一套 而你也都知道 美国如果他没有在这个太平洋 西太平洋的位置 放这些探测器 没有就有位 一定是会这样做 甚至他有他们的船只 去游翼 来拿这些讯号 这样一样会有 所以这一次就纯粹就是由这个意外在那里 帮我们去 去问回 我们对于了解水下的世界 有没有什么手段 我们现在有的 全天候的系统 究竟是怎样去离 我们有进一步的了解 你说会不会再有其他的方法 来去帮我们去探索 探索这个水下的世界 很多时候你就会想 一个方向就是 有没有一些 在水下 亦都有 几不错 穿透能力的 一些的 射线 你可以用的选择 又不是太多 你如果说电池辜射 或者甚至 带电粒子 不带电粒子的辜射 都不容易 或者可能想到 例如我们天文上 那些棕微子 穿透力比较高 甚至整个地球都会 打穿到 会不会是一个好的 探測器 那你也要看 那个探測器 和你要想量度 那件事的相互作用强不强 如果穿透力太强 没有什么反射 那么你要 摘取它的反射 会很困难 所以又回到这里 就是说 在我们可见的 一个将来 在水下面 用声音的方法来做偵測 始终就是 离不开它 都会成为一个 继续是一个主要的手段 去偵測这个水下的世界 那我们 这一节的科学回忆录 就来到这里 那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